大瓦 Hello Strangers This is me Nice to Meet You 新年快樂 乳勘专闸自信是我PM和Q&A收得最多的问题 所以是时候了 知不自信和好多事有关 例如原生家庭、成长经历、朋友圈、工作环境等等 而不自信往往是很多不愉快事情的成因 因为没有安全感 很介意别人怎么看自己 继于再不断改变自己去迎合对方 令自己很辛苦 所以今天就会从 外在、内在和交流三方面 去讲一下怎么可以自信一点 但是先说明 我都不是很懂的 但我很努力在学习 少点踩自己 多点肯定和赞自己的概念 我就不再多讲了 请大家听完一定要做 我的影片整天讲 你们有没有做啊? 做吧 真的不要看完就算 一定要多点赞自己 煮个面然后觉得 面质都很弹牙 就赞自己 就真的从生活中最西眉的地方 都去感恩 还有就是赞自己的力 我喜欢更多日常的东西 还可以看看这女孩 日常怎么吹奏自己 挺好看的 OK? Let's start 好过管理营容外表 起码要自己看得开心 有什么看不上眼 觉得不自在的 就去处理它 皮肤不好 就请看皮肤科医生 研究一下A酸 或者调理一下日常饮食 头发越缺越多 请放松心情 去检查头皮 买自己适合的洗头水 少点厌疼 如果经济条件许可的话 就可能做一些生发疗情 见到多了很多肉 有车胎肚 扣不到腹 而不开心的话 请控制饮食 做cardio 做weight training 努力去达到你理想的身形 而这个理想身形 是achievable 可以循序漸进地进行的 最重要是健康 不需要因为人家一句 哇!你这里有些肉 摔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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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每一天都只在吃烧蛋 沙律菜 去健身六七个小时 不停 不断地折食 然后希望自己一个月 可以减到十公斤 也不需要为了女神说 我觉得男人有些肌肉才正的 而疯狂堆奶粉 然后又是不断举铁举举举举举 举到是 你都怀疑人生 然后已经over training 甚至又是 鸡胸打执打得很噁心 然后又是队不断 不断去追求这些东西 Keep fit 是为了你自己 做完运动 看到肌肉充血 然后光影又好像 有一些线 这两条挺正的 然后就在一块镜面前 操手弄姿 觉得自己 真的有点了 比如说 那一份脚弱 还有 喜欢自己所锻炼的成果 或者喜欢自己身体的那一份心 而去继续Keep Fit 而且最正的是 你可以看着自己每一天的进步 可能 空肌大了一点 然后扇条又明显一点 然后屁股又大了 那种 为自己去运动 去做一些东西 然后你见到成果的感觉 哇 真是超爽 那当然 你都可以以某人为动力 虽然我不建议 但最重要的是 不要虐待自己 因为你多虐待自己 就代表你多想在对方身上得到认同 而这件事会令你深层更加没有自信 如果是先天的东西 例如身高 比例 头肩比 腰线等等 就靠后天 用外力搭救 例如学衬衫 先了解自己的身形 再选购一些 可以突显自身优点 修饰缺点的衣服 鎖骨好看 就露鎖骨 which是没有的 先鎖上去 肩膀窄的 就着微微有少少占肩 腰线不明显 大腿肌肉较多 就选高腰A字裙 就可以 这个叫什么 蜆脚长 还有 收腰 腰线出来 男性的话 我不太了解 但如果你对脚很幼很瘦 我觉得 比起穿紧身牛仔虎 松身虎会好看一点 而如果是比较 扭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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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扭扭扭的男性 我觉得行行行文清风 穿多层次的穿搭 玩一下layering 是挺好看的 而我们要避免的一种心态 是觉得 哇 衣服很漂亮 我要征服他 之后就 晚了回去不穿 又或者就算穿了出去 都很不自在 可能又太窄 然后又会觉得 嗯 总之就是跟自身的风格 风格 总之就是跟自身的风格不对 然后就是不舒服 跟爱情一样 不适合就是不适合 硬来是惨过 什么都没有 最好是选择上去 又好看又舒服 跟着 跟衣服融为一体 最重要是对 管理饮食和做运动 已经在这个世界上超小数 只会你付出就有收获的东西 而那个收获 还要是你可以亲眼看到的 真的很好把握 好划的 真的 相信我 相信自己更好 而努力付出 例如收了工之后 都花30分钟时间去做运动 的这个过程 已经会令你更加自信 因为 这就是自爱 不自爱先 是自信不了的 有些人可能会说 喂 你教人减肥增肌 学衬衣 隐护阳线 那倒是追求美观 也是对外表有一套标准 是执着 又或者 我们应该鼓励人接纳 和拥抱自己身体原本的样子 所有身体都是美丽的 如果你真心认同 自己的外貌身形 其实很OK 你要为此感到自信 甚至去到某一个层次 觉得 只是外表而已 是皮相而已 而觉得 一点都不重要的话 那其实很OK 是非常好的 但是 我们现在讨论的是 如果我们对自己外表 有一丝不安全感 甚至感到焦虑 那为什么不努力一下 令自己可以自在一些呢 重点是 想自己舒服自在 而不是追求美观 例如做运动 是说出有余余 有余余 有余余 就有自由 自由令人自信 在外面做运动的时候 不用去想 哇 很热啊 应不应该脱了衣服 但脱了的话 又会露出来 那些人会觉得 哇 那死肥婆在做运动 然后身形单薄的 又不敢脱衣 怕别人说 哇 你这么欣挑鬼命啊 吃多些饭啊 有少少肉的 又怕被人说他有肉 又或者穿瑜伽褲 都会去想 大腿很粗啊 或者屁股很扁塌 很不漂亮啊 那 从此 只要穿松身衫的时候 才觉得舒服 自在一点 但心里面 还是很想穿那套 fit就可以穿了 的衣 但是 如果你为自己付出 就可以有如如 有自由选择穿什么的空间 而那个空间 会令你有自信 想文清点 穿松身点 多些layering的 我ok 要穿贴身的 我都ok 你要我露腰啊 露腿啊 我都有一些线条 给你看看 露手臂 我又够firm 就是 任君选择 主动权在自己里面 是我去选他穿什么衣 而不是一堆衣 然后我只可以 去挑选一些 我这一刻的身形 只可以选的那些衣 这个主动权 都会令人自信 所以 先接立和欣赏自己外表 并为之努力 才慢慢放下 对外观的执着啦 还有 还有 一个小提示 就是 放开脚底 真的 放开它 因为很多时候 一些比较没有自信的人 就会这样夹着走路 然后整个人的姿态都好修 而这种修 又会令你觉得 自卑一些 所以就 放开它 展开 平空收幅 这个位置 就会 对啦 令你觉得 自己有点了 走座之前DXC那条片提过的 你会觉得自己是太阳之子 所以我们一起来了 放开个脚底 先喝水 内在 重整朋友圈 亲近温暖的人 最远只会踩你的人 尚言有道 你最亲近的五个人 塑造了你 请想下 你们身边的人 会不会经常批评和取笑你 或者从来都不会赞你 当你鼓起勇气 换一下穿衣 style 又或者 买了一些新Item去试一下 换了一副新眼镜 又或者 化一点点妆感 总之就是尝试 各种新事物的时候 他们会不会说你 JM9啊 你穿到这样 你是不是去耕田啊 你是农民来的 又或者 你穿到宽袍戴 就这样扮文青 呀 别啦 你都不搭 露出真身 你这样穿 没了身材 就是各种的冷嘲热奉 在这些人身边 有点自信呢 所以 请疏远这些人 多些和一些会欣赏你的人一齐 而那些人并不是什么都赞一番 在这儿阿虞奉承 跟着敬空 哇 好漂亮呀 对呀 好合你呀 那些人 那些人 而是 真是由衷欣赏你的人 原来他们看到你的颈巾 觉得多漂亮 就真的很真诚 哇 你的颈巾多漂亮 是 好 好 sincere 去 用另一个角度去欣赏你 肯为 自己去 尝识 就是作出一个新尝试的这件事 咯 就算你真的穿了一条褲 是有些 嗯 不是那么好看的 他们都会去指出这件事 就是会 会很坦白地说 今次真的不太好看 或者不太顺眼 但是 为什么呢 为什么会不顺眼呢 他是因为和你的身形不对 还是怎么样 接着会给一些建议你去改善 总之就是会给一些 constructive criticism 而不是一尾 就只能在那里踩 在那里笑 然后 你每一个尝试 都会被人席下 这样 很重要 这件事 还有 虽然我在这里说 有些小小理解 但也是很想说的就是 家人怎么看你 不代表你就是这样的人 嗯 再说多一个 小小的 如果你身边真的有那些 不停踩你的人 而比较难疏远 可能是家人 另外一个招式就是 不断地赚他们 都是真诚那种 或者他们会被你感染到 而比较不踩你 甚至会赚你 我亲身经验 都挺有效的 所以大家可以试一下 嗯 之后就是 隔壁 啊 等我 休息一下 多点看书 多点从不同的途径 吸收知识 再将内容内化 然后融合自身的经验 丰富自己内陷 坦白说 这件事本身就应该多做的 因为 学习本身就很棒 对不对 可以扩阔眼界 懂得多角度思考 也可以令你知道自己有多渺小 从而有一个更开放的角度 去面对这个世界的所有事 包括质疑和批评 就不会对方提出自己的一些小错误 就立即想当场坎头埋牢死去 但是 我们先不说这些这么冠冕堂王的说话 我想我们不少人都试过 不知道人家在说什么 完全拆不了嘴 只能在看电话 试音机 又或者陪笑 在那 嗯 啊 是啊 哦 那 之后又或者担天望地 然后 甚至被人发现 你什么都不懂 那种感觉是 很难受 然后在那个空间 是很想走 甚至 是当你真的逃跑了 然后就 啊 想起来 然后就觉得很失礼 很不得 整件事 很蠢 很 啊 然后觉得自己极失败 是会爆炸的 但如果 我们有看过一些相关的东西 或者不完全相关 但可以引起对方好奇的东西 就不会那么难过了 有些东西 当下有就有 没有就没有 但我们现在可以做些东西 去令到我们 之后的某一个时候 有 很多人说 我不懂得和人聊天 不懂开话题 说完之后 就不懂怎么接 那就是因为你里面 没有东西和人聊 或者你不敢我出来说 但无论是哪个情况 都需要那些东西 所以 请吸收多些资讯 这个年代已经超级方便 是 no excuse 书 youtube page 或者 各种人 你觉得他有趣的 你就可以去找他聊聊天 然后 互相交流一下 吸收各种奇怪的小知识 例如 土匙的生态系统 是肯定亚马逊 还有 女生其我 会因为其他其我 有一些靓靓的石头 而和他交配 这些东西 其实 总有一天大有用途 另外就是 知道什么是正确的 就不会被不正确的说话 影响到自己 我分享一个 深有同感的例子 有时候上网会看到有人讨论外向和内向 那些人就会说 内向人 不了 不懂沟通 好像有交流障碍 总之就是 我认识的 我认识到的都是 很麻烦 很阴沉 很恐怖 好像 会密谋把你杀了 那样 如果我们不知道内向的定义 而做了性格测试 说自己是内向 那真的会很严重 不停在想 糟了 是不是真的 好阴沉 好古怪 但我 我不是这样 我都 啊 还是我真的 原来他们是这样看我 就是他们不喜欢我 现在 但如果你知道内向的意思 其实是 精力来源来自独处 内向人从自己的内在世界中 获得精力 社交活动或过多外在刺激 会消耗他们的能量 Only 那就不会被他们的说话影响到 因为你清楚知道 是 我和亲密的人相处都会耗电 但我耗得很开心 不代表我不重视 相反 我甚至很珍惜那些 可以和我深入交流的人 我只是需要一个人的时间 去充电 那些人这么说 只是他遇到的麻烦友是内向的 不代表内向的人就是麻烦友 虽然我是挺麻烦的 都可以发现对方的说话 没有根据 同犯了逻辑 那些人的谋物就不会被卷进去 因为你知道 就不是这样 而要发现到 就要有东西 Best all 那 See you 了 了 了 拜拜